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把毛泽东的罪责说成只是错误发动 这已经是极大降格缩水的说法了 但是现在有人不仅不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个错误 更不承认是罪行 而视作是一个创举 有人还说文革中即使有罪行有暴行 责任也不在毛泽东头上 对这些说法 按说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一般人 都能经历过文革的人 都可以对这些说法给予反驳 但是我们一般人说话 不如专家说话有分量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来了一位文革研究专家 文革史料专家他多次上过我们的节目 这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的宋永义教授 宋教授您好 您好法令兄 这个文革十年大规模迫害人的罪恶 对我们这人来讲的话呢 都是历历在目不容否认的 但是呢有人就说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 他的本意是炮打司令部 是矛头向上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以呢社会上各界精英 那些文化人 那些那些那些科学家们 和包括普通老百姓们 他们遭受严酷的迫害 甚至迫害致死 中国文化遭受摧残 甚至是有的地方 有的有些文化的话呢 甚至是摧残殆尽 这些呢怪不到毛泽东的头上 而且恰恰是那些反对毛泽东 那些破坏文革的人 所指使犯下的罪行 那么这一类说法 您听到过吗 您怎么看待呢 这是我对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好我想这个 我们在谈这个 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之前啊 先谈一个今天早晨的一篇英文文章 这篇英文文章呢 是这个New York Book Review 也就是说纽约书评 这个是全世界最权威的英文书评了 他发表的一篇 这个In Johnson写的长篇文章 那个In Johnson呢 是普利策这个新闻奖的得主 他是这个纽约时报 驻北京记者站的特约记者 那么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什么呢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Who killed more Hitler, Stalin or more 也就是说谁杀的人多 到底是希特勒呢 还是斯大林呢 还是毛泽东 那么这篇文章呢 他是采用了一些非常保守的估计 也就是说他去讯闻一些学者啊 这个包括我在内 也是被他讯闻的学者之夜 就是都是比较保守的 比如说那个不像这个 有一些西方学者他估计啊 比较常见的有些西方学者估计呢 说毛泽东这个在这个解放以来的杀人啊 大概有七千万人以上 那么这篇文章他的估计 包括西方的学者等等呢 大约是这样一个数字啊 就说毛泽东呢 大概是四千万人左右 就是他应当负责的爆裂 所造成的人的非正常死亡 这个是从中共建政的时候开始 对对 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的话呢 大概是这样 就说这个大饥荒的死的人是最多的 大概是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 那么剩下的文革呢 大概是两百万 那么土地改革啊 这个杀地主富农啊 大概又是两百万 然后加上正反啊 反右啊等等 合在一起呢 总共大概四千万上下 那么希特勒和斯大林呢 大家知道希特勒主要是 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根据西方学者的 第二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我讲错了 对不对 那么根据西方学者 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个战争中间的死人给扣掉的话呢 大概希特勒 他的政策性的造成的杀人 包括杀犹太人 那个大概是两千万人左右 那么斯大林呢 除了这个战争中间 斯大林也发动过一些战争 战争中间的死亡等等的 大概负责的也就是两千万人左右 包括乌克兰的饥荒 所以这样算下来呢 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非正常死亡 还是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还要厉害 所以这个也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而这篇文章呢 也是有很多比较靠得住的学术研究 历史研究的支撑的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就是法林雄啊 回到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毛泽东应当不应当 对这么多的死人负责 那么一个问题 或者我们具体到文革来说 是不是应当对这个 两百万左右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那么这个问题在西方恐怕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西方的问责责是很清楚 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这个总统责政期间 而你没有阻止的话 那就是你的责任了 对不对 不要说是死人了 我们现在这个股票低下去 都可能怪到川普头上 而川普呢也愿意说股票上升呢 是他的攻击 实际上这个经济啊 就有他自身的规律 和这个美国总统的关系很少 因为他能够做得很有限 那不像在一个专制的国家 那毛泽东的政策 那真是决定了几百万人 甚至是上千万人的生死存亡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 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文革中间 这个毛泽东对这个文革那么多人的 非正常死亡的责任 我刚才讲了 这个西方不成问题 毛泽东当然要负责任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在讲周恩来的时候 就说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 但是那么多人民在他自证的时候饿死 他怎么说还是一个好总理呢 这个推理在西方说得通 在东方啊 好像大家的思维都有问题 不正常所以常常说不通 那么我们就挑一点说得通的来说 好吧 那么第一个我要讲的呢 就是说这个暴力 是中共的一贯政策 是他的理论基础 那么很少在西方有一个政党 说我政党要夺取政权要靠暴力 我政党要维持政权要靠暴力 如果说在美国有这样的政党成量 那会被当成是恐怖主义政党的 但是中共的这个政策 写在他党章上的 是毛泽东的一贯理论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他一贯是要靠暴力 那么中国的文化呢 也是比较承认什么呢 比较承认就是说 管你是流氓还是乞丐 只要你能够有本事夺了权 我就是成者外亡 败者为寇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 也比较接受暴力的取政权 你管他是谁了 只要他能够打出天下来 我们就拜他为皇上 拜他万岁 所以这个中共文化的特点 和这个就是说 这个中共的理论基础啊 都造成了就是说 他确实是依靠暴力的 恐怕这一点啊 在读取政权之前 他都不隐瞒的 读取政权以后呢 他要粉刷自己呢 常常要说的比较好听 然后呢把暴力不太好听的事情 手上沾血的事情呢 都推到别人的头上去 我想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观点 您这个观点呢 我觉得是说到点子上了 就是中共和中国文化中间 都有崇尚暴力这一层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文革的具体政策 来看这个中共 对这个文革中间的那么多死人啊 文革中间的那些文明被摧毁啊 等等要付什么责任 那么凡事就是说 说毛泽东说中共不要负责任的人呢 总是愿意拿出毛泽东的 比如说十六条啊 那么毛泽东十六条就说 要文斗不要武斗啊 那么也毛泽东也关于这个文斗武斗的问题呢 也讲过不少的话的 就是说要直直武斗啊 不能武斗啊 但是一般的来说 强调毛泽东这一面的人呢 他们不愿意正视一个现实 什么现实呢 就是说中共的这些政策是矛盾 是适用主义的 那比如说我讲十六条啊 十六条确实说了 我们在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的时候呢 我们要文斗不能武斗 这个武斗呢 只能触及皮肉 文斗呢 才能触及灵魂 但是你看十六条的开篇宗旨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能翁梁公切浪 不能秀化 革命就是暴力 所以你看是不是矛盾 充满了矛盾 充满了矛盾 那么你比如说 说这个北京在当时所掀起的破事旧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在马路上捡人家的裤脚馆啊 把全聚德给封了 把好多的路都给改了名字了 把许多庙宇都给砸了 烧书啊等等 那么这个当时被称为什么呢 被称为破事旧 是不是暴力 当然是暴力 那么谁支持的 人民日报支持的 人民日报在北京发生了 大规模的打人破事旧以后 立刻发表设认 这个设认的题目叫什么呢 叫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那么这个设认是谁批准的呢 是陈伯达批准的毛泽东同意的 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矛盾 当然是矛盾的 那么你比如说 当时这个刘少奇也好 邓小平也好 他们派的工作组啊 他们要控制局面 他们又用了一个什么事件呢 叫六八事件 就是北京大学六月八号 那些这个一般的学生啊 就斗黑帮 当时呢就发生了打人的现象 把江湖童扔到那些受斗的干部 和受斗的群众的头上了 对他们进行殴打了 然后刘少奇和这个邓小平呢 他们就要利用这个事件 来来控制住文革的局面 就发了一个中央文件 就是告诫工作组要控制局面 告诫工作组呢 要防止北大的这个事情呢 这个重现 在各地的重现 那么当然就是说 是不是说刘少奇和邓小平 就反对武斗 就一贯主张闻斗呢 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他们主要是觉得 工作组是他们派出去的 这个打人和暴力呢 一定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之下 而群众的自发的那些呢 是不允许的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关于文革啊 芝加哥大学的王有勤博士 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啦 就是一般现在老百姓也 溜溜上口的说 什么是文革呢 文革就是学生打老师 对吧 那么这个学生打老师 是怎么发动的呢 这个学生打老师 是被中央文件发动 1966年6月份 中央发了一个文件 说各地都可以把那些 中小学老师叫去接训 而接训的时候呢 应当允许那些 这个学生中间的 革命阶级分子专家 共同专家斗黑帮 那你比如说广西 广西最早的 把老师打得变体鳞伤啊 就是在这个学习班 那么你说这个中央文件 是谁发的呢 确实不是毛泽东发的 是刘少奇发的 所以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刘和毛 在他们所需要控制局面 掌控权力的时候 他们是反对舞动 但是在他们要掌控了局面 要打开局面的时候 他们又是支持舞动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矛盾之处 你比如说这个六月份啊 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个六八事件 那么毛泽东在八月份 回到北京以后呢 张春桥就把这个材料呢 就转给毛泽东 就说刘少奇搞的这个是不对 那么毛泽东后来就 否定了这个六八事件 那否定这个六八 也就是说群众这样的乱打乱杀 是对的呢 是允许的呢 当时这个李雪峰啊 传达毛泽东关于打人问题 有一个指示 这个指示的大体是说 这个文革中间都是很有名的 就说这个好人 这个坏人打好人呢 是不对的 好人打坏人呢 是活该 这个好人打好人呢 叫不打不相思 然后最后毛泽东 确实也讲了一句说 今后不许打人 但是你想想看 前面讲了好人打坏人是活该 那你说今后不许打人 再不许打人 这个话等于没说呢 对不对 因为既然是活该就是可以打 所以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这个整个文革中间 毛泽东的关于暴力和非暴力的政策 完全是自相矛盾 在同一个文件 在同一个毛泽东 对待不同的情况下 正是因为他这种自相矛盾了 他常常是闯祸 那你比如说六七年这个武汉事件 毛泽东跑到武汉以后呢 当时确实武汉军区的多列斯呢 他产生了就是说一种兵链的这个 差不多这种就这个当兵的 冲击东湖招待所 冲击毛泽东的这个兵馆 那么这个就使得毛泽东非常紧张 他觉得就是说这个有可能兵变 然后8月4号他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就说他认为怎么样呢 他认为要有各个军区向左派发一百万支枪 这个在我们的文革数据库里有啊 这封信 那么江青就根据毛泽东 8月4号的这个指示呢 就提出了文攻武畏 当然了就是说毛泽东的最初的 他的想法呢 就说现在75%以上的军区啊 支持保守派 那么这个造反派呢就受压 那么就应当给他们发枪自卫 他不知道这个枪是不能乱发的 你既然知道75%的军区是支持保守派 那这个枪就可能发给保守派啊 广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广西军区他支持保守派 他的枪全部发给保守派 结果造反派被迫自卫去抢枪呢 就从这个支持越南的 这个那些大月中间去抢枪 结果就上了他们的当 结果毛泽东呢又发表一个 就说这个七三布告 就说你这个抢枪是反革命行为 结果就造成了怎么样 结果就造成了大规模的屠杀 大规模的屠杀 那么你看 这个真是在谁头上 真就是在你毛泽东头上 你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一个 所谓稳定的战略部署 你也是怎么样 你也是像邓小平这样的 摸着石头过河嘛 对吧 摸到这块石头你那么说 摸到那块石头你那么说 全部性武斗的决灭 就是你这么铸造成的 如果说你坚持说不能发枪 如果说谁发了枪 全部就把它撤着 就把它追回来 那这个情况就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最后我要讲的一点呢 就是说如何直直武斗 在这个上面呢 毛泽东的政策是非常实用主义的 你看好了 虽然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 在发生武斗的时候 他经常是说 说今后不准武斗啊 但是他有没有处罚人 他把那些搞武斗的人抓起来 踩全国的范围内 加以这个通报 从来没有过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北京的红色恐怖 包括北京四大女傅中的校长 边中云被打死 当时八月份的统计 就1772个平民被无故的打死 有没有把那些打人的人 当时查一查很容易啊 那些老干部的子弟 那些这个血统高贵的干部子弟 自以为打死人很光荣的了 对不对 有没有把他们抓起来判刑 没有 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志怎么说呢 谢富志说 说打死人当然是不对的了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打人的人 就抓起来呢 恐怕也不能 他说这样一做呢 我们就要犯错误 为什么 我们就站到文化大革命的 对立面上去了吗 很简单 就说谢富志清楚得很 就说当时的那些打人啊 迫事就啊 那个都是毛泽东所支持的 因为毛泽东要搞乱 他要在乱中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工作队 把他们在北京在全国各地的 这个县城政权的统治给推翻 他必须要搞乱 那么搞乱呢 他就要在乱中怎么样 乱中打人案 乱中使用暴力 所以我刚才给他归纳了三条 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使用暴力 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 也是中国社会 不信得很一个传统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关于暴力的政策 是自相矛盾 是难以得到贯彻 最后总是怎么样 引发了更大暴力发生 第三个 在发生了暴力以后 毛泽东及其当时的中央 处理这些暴力事件 从来不是认真的 而是敷衍了事的 必然使这些暴力 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支持 才造成全国大难 失了几百万人 这个大概是我的观点 对 我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 您刚才谈到谢福智 谢福智的话呢 他在党内 并不是这个毛泽东的反对派 相反 他是毛泽东的亲信 他当时担任的是 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而且是公安部长 对啊 公安部长 他直接管 所以有人就认为 这是反对文革的人 是吧 为了迫害毛泽东的 伟大战略部署 所以才搞出那么多暴行 至少从谢福智 这个例子 就证明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最受到毛泽东信任的 一直到他死 他是死后 文革结束之后 才揭发了他的大量罪行 揭发了他 在文革中间 应该说是 这个罪行不亚于四人帮 不亚于林彪集团的 这么一个 罪魁祸首之一 好 刚才您讲的 讲的这些东西 我都非常同意 这个从 我还想再进一步的问您 除了这个大规模的武斗之外 毛泽东还有哪些战略部署 还有哪些口头指示 批示或者圈阅的文件 那个时候我们的中间 比较实行圈阅吧 毛泽东 看了文件之后 同意的就画一个圈 一个字也不用批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文件 产生严重后果的一个文件 就是叫做公安六条 就是有了这个文件 所以很多地方上 包括很多民众 保守派的组织也好 赵兰派的组织也好 他们拿到这个 就等于拿到上方保健 所以我打死的是公安六条 所规定的敌人 那么打死就不算数 这个方面的话呢 能不能请您 给我们再多讲一些例子 好 我想这个文革中间的杀人 大概是三种类型杀人 第一种类型呢 我们把它说成是屠杀 就是说用这个联合国 国际公约的标准 就是说有组织的杀 五个人以上 那就是英文中间说的 这个mask 就是屠杀 那么这个屠杀呢 从文革初期 北京的红色恐怖 到这个青海的赵永夫 动用13个联杀造反派 一直到广西 广西杀411杀地府反欢友 杀掉15万人 那个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等等 那么这个大概呢 就是说这个屠杀 就是这个红色恐怖 第二种呢 就是武斗 就是两派啊 这个拿了武器打来打去 第三种呢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 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刑讯逼供 那么你比如说 这个清理阶级队伍 清查516 那个中间的死人 都是非常之多的 你包括这个 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 这个中共自己公布的 大概死是两万人 那内蒙古蒙古人调查的 说至少十万人 那么我们就打个折吧 就说你说两万家 十万除除二 也至少六万人 你知道蒙古人当时在 内蒙古才多少人吗 才不到四十万人 你说杀了他六万人 而且杀的都是精英 那还不把这个民族的脊梁股 给打断了 所以蒙古人到现在为止 在内蒙古不成气候 为什么 他们的精英全部被立体消灭了 被立体消灭了 那么我刚才就回过头来说 就说这个公安六条 第一是毛泽东同意 这个有证据 第二个呢 就是他讲到了 他实际上是扩大了 所谓反革命的范围 你比如说 这个中间讲的 反对毛主席 反对这个林副主席林彪 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那就是什么江青啦 陈伯达啦 张春桥啦 都可以作为反革命 那么都是公安六条 要控制的 也就是说 中约皆杀 大家都说可以杀的这些对象 那你说 还不造成 这个混乱 还不造成 你比如说内蒙古的武斗 并不厉害 武斗死的恐怕千人都不到 但是这个内人党 就是严刑逼供所打死的 我刚才说了 就把官方的数字和民间的数字 加在一起 除除啊 就六万人了 那么这个六万人 都是死在刑讯逼供之下的 那么你只要想一想 你说这个刑讯逼供之下 死了那么多人 比如我还可以给个数字 广西的两派打的是昏天黑地 那最后他们统计出来 就是说武斗才打死多少人呢 武斗才打死大概三千七百人左右 这个都是有名有数字的 那剩下的那个 总共大概死了十五万人吗 剩下的那个十四万呢 都是怎么样 都是有组织的被杀掉 包括中间有一个叫 尖尖灭绝色的杀人就屠杀了 屠杀杀谁呢 杀的就是这个 地妇返怀佑这七子女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道县 湖南大屠杀 也是很有名的 这个道县包括他附近的 是一个省市 根据文革以后的这个调查 大概就是死了九千 一万人不到 一万人不到 但是你知道中间的85%是什么呢 大概七千多人呢 就是四类分子 就是地夫返怀佑了 加上他们的子女 加上他们的子女 也就是85%都是公安六条对象 因为这个公安六条 你把所谓地夫返怀佑 都列为公安六条 他们的子女在农村 也不管 你也算进去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公安六条 像这样扩大大的对象 尤其在文革这样一个 就是说比较乱的时期 这个能够造成的 多少人的非正常死亡 而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意的 你说毛泽东要不要负责任 那当然就是说 刚才我讲到了 这个Yin Johnson就是张燕 他这个文章就希特勒 这个斯大林和毛泽东 到底谁杀的人都 他也比较客观的 就说这个希特勒 他有的时候 亲自下属杀人的命令 毛泽东没有 斯大林也没有 斯大林和毛泽东 主要是他的政策杀人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 不等于说你政策杀人就不能算了 对不对 刚才你比如说了 这个公安六条 这些人重约可杀 你中央也说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 人家杀了人你就不管了 是因为你宣布他们是敌人啊 别人才去杀人的 所以你在处理道线的这个处理这个 这个广西的那个杀人案把那些凶手啊 最后要对他处理的时候 他们都不服啊 为什么他们引用的就是几段毛主席一路 中间最有名那段就是 湖南农民都考察报告那一段嘛 就是革命不是请吃饭不是做文章 不能那么公粮公奸浪了 这个另外呢又说公安六条啊 这个都是他们愿意引用的 主要这个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对不对 这个不是毛主席不挥手他们硬要前进 所以这个情况确实是最高领袖的政策 所造成的那么多使人 所以这个在西方不是问题 就是说这个最高领袖毫无疑问要负责人 这个刚才啊我们谈了半天公安六条 我们当今的很多年轻读者 年轻观众啊可能不知道这个公安六条 我们指的是什么 这个是由当时的公安部发的 就是刚才宋教授所说的吧 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 这个公安六条里面的条文呢 就是具体规定的六条 哪些算是敌人算是反革命分子 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措施 那当然就是总的说就是打击吧 有了这个公安六条 再加上刚才宋教授所说的扩大范围 把一些小事无限上纲 你摔碎了一个毛泽东的石膏像 这就算是反革命了 把某一张毛泽东的这个画像 上面弄脏了一点 也是反革命了 因为你是反对毛主席啊 或者某一句口号你喊错了 某一句样板系的唱词唱错了 这都是列入反革命这个范围 都是受到要打 属于要打击的对象 这个另外呢 有一点的话呢 我想再补充一下宋教授刚才说到 毛泽东在文革当中啊 他确实不像斯大林和希特勒那样 直接签署杀人的命令 但是毛泽东在解放初期 就是中共建政初期 他这样的指令是下了不少的 那个时候对华东局 是吧 对这个很多地方局啊 对地方省里的领导就说了 正反你们杀人太少 至少要到1%或者千分之五 我记得的数字啊 现在我记不太清楚了 没有查 但千分之五这些数字肯定有的 这件呢 我觉得就等于 虽然没有具体针对某一个个人 但是已经是等于签署 签署了杀人命令了 我不知道宋教授 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 对 就说这个文革中间呢 毛泽东倒是没有直接提出 这个百分比了 但是在这个解放初期的 正反运动中间 那个毛泽东是到处发指示的 上海说你杀的太少 湖南说你杀的太少 那么安达这个千分之五的比例啊 这个在全中国当时 大概五亿到六亿人口嘛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那个奇葩都杀个上千万了 上千万 那下面的人都说没那么多人可以杀的 你像这个湖南啊 结果为凑这个数字啊 就把投降的那些土匪 那些土匪都已经投降了 然后都集中起来杀掉 因为杀的人不够嘛 你又不能够杀土改干部 对不对 杀平侠中农 那么就把那些投降的土匪 集中起来机关枪杀掉 报一个数字 那么当然这个后来的中央这个统计的材料呢 是说呢 55年的文件呢 是说大概正反 是杀了76万 但是这个76万 是说什么呢 是都是通过公安系统的 也就是说 它是爆了立案枪笔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土地改革 当时的正反在农村啊 好多都是不需要经过报上去的 不需要通过公安系统的 都是那些报名把他们就杀掉 你像广西也是一样 广西文革中间杀掉15万人啊 这个可以说99.9%啊 是没有通过公安系统的 就是武装民兵 就是这个一派联子啊 他在军队的支持下 大规模的进行屠杀 那个时候成立的那些 所谓司法系统是什么呢 叫做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那就是这个贫下中农中间 几个原来土改的积极分子啊 党支部书记啊 说了你要杀就杀了 而且在这个中间 还杀了不少贫下中农 明明知道你是贫下中农也杀 比如说在道县 在广西都有这样报复的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隔壁邻居和他 这个因为一棵树 因为这棵树到底是属于我的 还是你的 吵架 那那个时候就把对面 明明知道是个贫农嘛 拿来杀 那个贫农在到了贫下中 最高法院的时候说 说我是贫下中农啊 你怎么也杀你了 那个要杀他的是他的邻居啊 他说哎我要杀的就是你 那就把他不讲道理了 所以没有什么经过司法系统 所以我的估计的这个正反 如果加上土改的话 土改那个时候 自发的打死地主 或者斗地主 破死地主自杀 至少两百万 至少两百万 经过公安系统的是 七十五万到七十六万 那剩下不经过公安系统 所谓群众专政 这个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 群众专政 所以这个恐怕更多 文革中间我们看得多了 这个谁要负责呢 当然是制定政策的最高领袖负责 对 就是说尽管毛泽东在文革当中 没有具体签署杀人命令 但是因为有了土改正反素反 有了这一系列的运动 亲自他签署了 签署杀人命令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惯性 到了文革这个时候 毛泽东不需要再签署具体的命令了 他只说了一个好人打坏人活该 这个就足以足以产生 签署杀人命令一样的效果了 那么呢 我下面想接着在下面一个问题啊 就是现在我想您大概也听说了 最近这位文革方案的呼声啊 声浪很高啊 有各种各样这个呼唤文革重来的思潮 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思潮的话呢 有人就告诉我说 其实不是真的呼唤文革 其实的话呢 是对现实政治不满 他没有别的办法 他就来呼唤文革来表示抗议 这是一种说法 那您怎么分析呢 即使对现实抗议 是不是一定要用呼唤文革 这样的这样的这个办法 或者说呢 是不是有很多人 对文革的真相了解不多 所以像您所搞的这个文革 文化大革命史料 那些资料那些光盘 收集的那些档案 还有您主编的在我们国史出版社所出版的46卷书 加上湖南道县的 那就是47本 像这样的资料是不是还出太少了 您觉得对这个问题怎么分析 怎么样看待怀念和呼唤文革 好我想讲一点意见 就说这个法令熊你刚才讲到的 就说那些人呼唤文革 主要是想和当局过不去 也就是说和习近平过不去 那个观点呢 我不太同意 这个我是觉得呢 非但不是想和习近平过不去 而是为了拍习近平的马屁 因为这个习近平目前所表现的这个政治倾向 是很明显 也就是说他想回到毛时代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个毛时代和以前中共八大所建立的最高领导体制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说 毛泽东一个人凌驾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上 那么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哦 毛泽东凡是提议凡是说什么话 你想政治局都是怎么样 一律通过 毛泽东提议华国锋做总理 那就是一律通过 毛泽东提议王洪文做国家这个党的副主席 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政治局一致通过 那现在这个习近平也是这样 也就是说他要把政治局一般人的领导 一个班子的专政变成他一个人的专政 你现在习近平讲了吗 就所有政治局的委员最后怎么样 最后都要向他做素质报告 就他们之间不是同事关系了 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啊 那么习近平毫无疑问是对毛的这一套是好感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2013年你去看习近平在纪念这个毛泽东诞成的会议上的讲话 只有他一个人用了七次毛主席诗词 这个是什么风格呢 红卫兵的风格嘛 你想我们这一代人啊 你看法林匈啊像我 我们毛主席诗诗诗都是可以背的嘛 对 倒背入流 也是可以背 所以他用起来就非常的得心应手 你去看江泽民 你去看胡锦涛 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 没有写过这样 所以我是在说啊 就是说那些人呼唤文革啊 恐怕不是和习近平作对 恐怕是拍习近平的马屁 是觉得最高领导要想走到哪里去 我要在他手下混一点什么东西 恐怕先要把他的马屁给拍好了 中国社会千缺万缺 马屁鬼不缺 这个是一个放置四海皆准 放置四海皆准 所以我不太同意 有的人说 他们是要借这个文革 和这个习近平作对 那么你想想看 文革毕竟也是被这个邓小平 刚才讲到的 就是这个1981年的 那个党的律师问题的军议 说彻底否定了 至少在纸面上是那么说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借文革呢 你不借这个自由民主啊 对不对 你不借这个普世价值 那个普世价值 朱隆基 那个温家宝总理也是同意的吗 那胡锦涛也是讲过的吗 就说明你这个要和习近平啊 这个对话 我不说是反对他 你选择的是 是他喜欢的东西 而不是他不喜欢的东西 所以谈不上你是和他作对 你想派他的马屁 我认为这点是 我们要把它说清楚 要把它说清楚 那么你刚才讲到了 就是说那么多资讯在海外 都已经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那些人他就是不去看 为什么那些人他仍然不当一回事 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资讯 我们要讲清楚的一点 就是说他只是对中间状态的人有效 对那些顽固派是没有效 为什么呢 因为顽固派他的思维啊 已经凝固了 他不会去看那个事 他也不会承认这个中间讲的是事实 哪怕你说谁杀人 他还是睁着眼说没杀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说 他的精神状态有点问题 你也可以说他有更大的意图 我刚才说了 他更大的意图就是说 他要和最高领导保持一致 这个最高领导的这个目前这个路线 有他的值得力 有助于他当官 有助于他攤钱 他为什么要在乎客观事实呢 客观事实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恐怕我们所揭露的那些客观事实 只是争取一些 他是虔诚的 要求看到历史真相的 有些人他不要求看到历史真相 那个对他没有用 对他没有用 这个您刚才讲的 就说想拍刑警的马屁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用于 从上到下的官员 但是呢 对一般的老百姓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想改变现状 他们没有别的思想武器 他们不懂得自由民主到底怎么回事 他也接触不到这些资讯 他只记得这个文革当中 那些当权派 威风扫地已尽 我在我们我最近做的一些节目当中 谈到文革的时候 有人在那个在我的推特上 在我做的节目后面跟帖 他就说的很简单 就是为什么呼唤文革 就是要斗当权派 把当权现在这个作威作福的 权钱交易 捞取了很多好处的人 我们对他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就呼唤来文革 把这些人好好的整一整 这种情绪 我觉得恐怕也还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对 这个情绪也是有的 但这种情绪呢 就是我刚才说到了 就是你只要看看 文革把那些当权派斗得那么厉害 最后解决问题了没有呢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嘛 还是搞得更厉害了 那你现在要再搞一次 能够解决问题吗 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历史已经说明了 那么那些人呢 有这样一些情绪 我也可以理解 尤其是比如说那些人啊 这个你比如举个例子 我访问过不少这个文革中间的 红卫兵领袖 你们韩埃金啦 这个聂元子啦等等 他们都多少有这样的情绪 或者认为文革中间 他们斗那些当权派 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因为他们的思维 常常都进入了一个什么呢 我称之为活化式时代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 就很难容易看到 这个完整的这个文革的 这个历史真相 和完整的这个历史的后果 他们常常是从个人 因为你想想看 对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来说 对一个普通的大学 三年级的学生来说 那个文革确实给了他们无上荣光 可以上天安门 可以和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一起 所以这个恐怕没有文革呢 他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荣光 所以他们个人的怀念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把这个个人的怀念扩展 今天还扩展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个我刚才讲到 就是说这个恐怕在他们的这个思维中间 就有一点问题 有点问题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 这个我刚才想说的 就是这些人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想用文革的办法 来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 实际上那是完全找错了药 完全开错了刀 文革的话呢 只会文革 不但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 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些这些问题啊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就就就 基本上就讲清楚了 但是我现在下面一个问题 中共啊 我们都知道最近的这个修改教科书啊 我们老批判日本修改教科书 动不动说日本要复活军国主义啊 这个日本修改教科书 掩盖他们的侵华罪行 当然是应该反对 但是中国的话呢 自己的教科书的问题啊 我觉得更严重 尤其是最近这一次啊 这一次因为 医院现在有了很多的传播工具 大家马上就把个消息传开了 就是把文革的浩劫十年 改为了艰苦探索的十年 我不知道您听不清楚这件事啊 知道这件事 知道这件事 那个我也有一些访问我啊 比如说像那个 自由雅舍电台访问我 我也谈了一点看法啊 那么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两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就是 所谓艰苦探索这几个字啊 那是非常荒唐的 那个因为它没有一个起码的历史是非概念 就我刚才说到了 比如说在整个人类 在西方世界所肯定的暴君 你比如说像希特勒 对不对 你像斯大林 那么他们都可以说 希特勒说我当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一个艰苦探索啊 是哪里也可以说 我当时制造这个乌克兰的大饥荒 是一个艰苦探索啊 我就是要把乌克兰人民探索一条 自力更生的 能够锋衣作实的道路啊 不幸死了几百万人 所以你可不能写说我是错的 你应当说我的主观动机是好的 是艰苦探索 就这样就世界上没有犯罪分子了 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都可以说 我艰苦探索 那你比如说现在 密基根州立大学 那个美国体操退的那个教练 刚判了好像是不是175年 那他可以说 我这个也是艰苦探索啊 我在艰苦探索我的行医之道啊 那还判什么刑 还不让他回去就算了 所以这个字实在是 第二个呢 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怎么样 非但是分不清自非 还有一点耍无赖 这个和习近平的某些做法有些相似 你看他就是说要讲不过你呢 他就耍赖 那个就是一个农村这个支部书记 在文革中间的 他第一次跟你讲 你第二次不听 他说第二次你不听就没饭吃 那你不听也早听啊 那他现在讲不过你 因为有那么多的史料可以公布 可以反驳 那么怎么办呢 那就说傻赖 咱们就不谈了 就把它变成空白 那么年长日久 岁月的亲属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你只能就下一代就忘却了 就变成一个 这就说是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 来掩盖历史上的错误 那这个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本来这个错误还不大 你现在用更大的错误 去掩盖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错误 这个中共的历史上一观是如此感 总是掩盖错误 这个我前一段时间看到您的话呢 回答是哪一个媒体的我 这个采访我忘了啊 但是你有一个看法 我觉得很精彩 能不能今天对我们的观众也请您发挥一下 阐述一下 什么观点呢 就是您是从习近平 他说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呢 不要对立起来 不要用后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 也不要用前三年来否定后三十年 所以三十年就指的 前三年就指的是1949到文革结束之后 到三中全会吧 就算到1978年年底吧 后三十年就指的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当时您有一个看法 我觉得很精彩 你说这个东西不能做加法 要做减法 是不是我听错了 对对对 就是我讲的就是说 这个我们不能从算式逻辑来谈 要从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来谈 那么这个习近平讲到这个 就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呢 他用的是算术逻辑 那个是个小学生的水准 那么习近平文化大革命确实也是个小学生嘛 他觉得前面三十年 后三十年 那么前面三十年是A 后三十年是B 那么今天就是C 很简单就是A加上B等于C 对不对 那他觉得是对的 那一加一等于二嘛 很简单嘛 你们怎么都搞不清楚呢 他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前面三十年是毛泽东错误的三十年 后面三十年是纠正毛泽东错误的三十年 那么你从形式逻辑上来讲呢 实际上这个今天的C呢 是什么呢 是今天的三十年就B减去错误的毛泽东的A 才等于今天的C 对不对 因为你说改革开放嘛 那就说明原来错了才要改革 要开放嘛 就说明原来是封闭了才要开放 否则你要改革开放干什么呢 对不对 否则你就是用的 是不是改革开放 就是一如既往嘛 对吧 你用改革开放就是说对前面的否定 虽然说邓小平在这个决议中间是羞羞答答的对毛泽东的否定 但是直吵在经济政策上对毛泽东的否定基本上是99.9%了 你想想看毛泽东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股票啊 你想想看毛泽东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中外核资企业啊 你想想看毛泽东的时候怎么中国人的什么企业可以到美国来投资啊 那不是勾结美帝国主义吗 所以就是说这个我刚才讲到就是说 这个从形式逻辑上来讲 不是从算式逻辑上来讲 应当是B减去了A才等于今天的C 所以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 有很多东西啊这个我们的领导啊要动动脑子 或许就说这个习近平在讲那个时候呢 他没有动脑子 但是你下面的人啊不能够更不动脑子 因为中央首长有的时候讲问题的时候 他来不及思考 他可能是脱口而出对不对 那你下面你不必要把他脱口而出的东西当做最高指示的 而且人家说了一个谎 你不必要去圆谎的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说中国社会啊 千去万去马屁鬼不劝 我看这个教育部改这个教科书就是为了转弯木脚的拍习近平的马屁 就是为了想把他关于两个三十年的这个算式逻辑给缩缘了 明明不对要把他缩缘 所以我还是回过头来就说 法令学啊我承认你讲的是对的 就中国有一些老百姓啊 他希望文革这样就是反正是破坏一场嘛 对不对你一死我也死他还是阶级斗争的观念嘛 对吧就是大家同归于尽也爽快 但是呢总体来说 你刚才说了那些官员 修改教科书的是那些官员 他们还是要派最高领导的马屁 对 这个我再接着您 接着您的话呢 我再补充一个例子 这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的8月18日 他在天安门上接受了北数大女傅中的宋彬彬 她是宋任琼的女儿 宋彬彬呢给他献了一个给他献了一个红袖章 红卫兵的袖章 当时毛泽东就问他哎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彬彬 哪两个字啊 是彬彬有礼的彬 毛泽东马上就说了一句 要武吗 对现在我们屏幕上啊 这张照片就是就是宋明明给毛泽东带带袖章的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后来是影响很大 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的话呢 那是妇孺皆知了 但是毛泽东说的要武吗 后来就被一些马平文人 一些文革的打手们 他们就大做文章 毛泽东也许当时啊 并不是真的就说要搞大规模的武斗 但至少呢 他是一个话的本身的话呢 就因为他毛泽东原来还有个诗词啊 叫中华人里多其智 不爱红装爱武装 你看我对毛泽东诗词也脱口而出了 是啊是啊 我们这代人大概都是如此 但是这样的话 他的总的思想 已经是本来就成了一个 成了一个我们已经 即便在我们心中成了一个根层蒂固的一个 可以说是个基因了 在这个时候 任何马屁文人 或者是那些笔杆子们 稍作文章 就能够立即把这个火就给燃起来 实际上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就是有 现在也是如此 习近平也许是随口说的某一句话 但是呢 就会被填油加醋 推波助澜 煽风点火 就然后一下子就成为 一个成为一个全国性的 一个非常严重后果的一个倾向 这个文革当中的 关于文革的暴行啊 我觉得有很大程度上 也是这么来的 你要说毛泽东没有责任 那我是绝对不承认的 我相信您这位专家 看来也是同意这个看法 毛泽东肯定有责任 是吧 你刚才今天讲的这么多 也是讲这个问题 下面就是 您看还有哪些问题啊 在这个问题上 你觉得还应该让我们的观众了解一下的 我想呢 大概就是关于 你要讲的非常具体啊 按照时间顺序来分析这个毛泽东 文革中间有关暴力问题的指示啊 等等呢 我想那个我们要花很长时间 但是大家如果认识清楚那么几点 就是我开头的时候讲 就第一个 中共产党是一个带严重暴力倾向的政党 它的理论 它的基础是暴力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文革中间毛泽东 关于非暴力的那些主张 比如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和他要暴力的主张呢 是混杂在一起的 是自相矛盾的 是难以执行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在制止那些 比如说不是毛泽东所发动的那些武斗等等上面呢 这个毛泽东 其他的那些追随者啊 这个阻止是不立的 比如说他们从来没有过 在全国树立样板 在全国这个处罚那些发动武斗等等的人 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抓一些的人 但是不久就放了 你比如说抓了那些老红卫兵 抓了联洞啊 那不久就是毛泽东就说把他放了 对吧 而且最主要抓他们不是因为暴力 而是因为他反对了他们的路线 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实行的时候 是实用主义的 这个不仅仅是毛泽东如此 刘少奇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认清楚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中共和暴力的关系 就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现在的中国也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政党 好 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 非常感谢宋永毅教授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 做了这么一个节目 澄清了很多问题 而且从根上 理清了毛泽东和中共与暴力的关系 与文革中间大规模暴行的关系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结束 感谢宋永毅教授 感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在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 也谢谢我们的电视导播人员 好 那我们就再见了 下一次您还关于文革 还有很多情况啊 比如说上次您答应的 要讲这个文革 关于毛泽东和林彪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 以及最近我看您做了很多节目 讲了另类反右 是吧 这些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您都讲得非常好 比较更有系统的时候 我还希望今后跟您再继续向您请教 好 我们下一次再聊 下一次再聊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 再见 好 再见